大家好,大家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的一个节目,叫明镜编辑部,这个节目大家非常的熟悉,而且形成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受众,所谓的优秀的受众, 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发言,发表自己的这个看法,但是对于一个媒体来讲,能够找到一位这个专业的,真正在这方面有所研究的一个专业人士,跟大家做实施解读,其实是很不淫逆的一个事情,但是同时也很不淫逆的是,能够找到一批可爱的, 能够知道我们的嘉宾在思考什么问题,在讲述什么观点,其实同样也是很不淫逆的事情,所以非常感谢,每个星期都在等待着我们节目的观众,当然更要感谢我们的吴强博士,吴强博士你好, 和平你好,各位明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星期啊,我本来想请吴强博士啊,谈这个星期的三个热饼人物,再开始我们讲的是谈王思琛先生,结果昨天呢,一下子又冒出两个人物,觉得也可以谈一谈啊,一个是廖国生先生,天津市的市长啊,然后呢,完全莫名其妙的啊,就这么59岁啊,就去世了啊, 但是什么原因啊,不知道,但是震动是非常之大的,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山伟健先生啊,我们如果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啊,会经常可以看到,山伟健先生对中国的经济的评论啊,他是因为非常有影响力的,很成功的啊,投资家,但是他的很多的见解呢,也同时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一贯以来,他是比较多的啊,讲中国的经济很不错的这个情况啊,但是他突然呢,昨天啊,这个FT啊,就是英国经营时报,得到了一个啊,一个一个录音啊,一个视频,结果在这个视频里面呢,这个山伟健先生就非常坦率地讲啊,现在的中国是30年来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啊,是股票最低迷的时候啊,是 这个民运最大的时候,哎哟,这个讲话,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讲啊,就简直是兴奋不已,因为有时候是,时候我们知道啊,这些类似的这些话,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嘉宾也讲过啊,如果有一个英文的媒体啊,尤其像我们做媒体人,有一点这个承办啊,或者是欣赏西方这些专业的长期形成的这些媒体,如果他们能够发出这种声音出来,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正准备就这 三个人,我请教吴强博士的时候,哎,到了晚上,又突然啊,我一个文革的词在形容一下,叫平地一声春来啊,为什么叫平地一声春来呢,就是新闻联播从来,要报道中共最重要的会议就是政治局会议,结果新闻联播没有播,中午的一个什么节目,不去了,政治局的会议,这是几乎是很罕见的, 可今不是我们为中国的经济焦虑着急啊,政治局的各位同志也是非常焦虑着急啊,因为他那个政策不赶紧写不出来,哎,可能股市就继续跌下去了,我不知道我这个差在对不对啊,吴强博士 对,这个这一周的股市我们知道是中国的股市上海是跌到3000以下,跌到3000以下,这13年以来第一次 嗯,跌到3000以下,其实是中国两亿股民,整个资本界巨大的一个失望,我们现在所谈的一切的气氛,其实就发现10年以来跌到了一个最低点,就像这些善伟健先生所说的 明星,他说他说三十年,他说三十年,对对,三十年是,其实是没有错的,我当然是谈从股市上来谈 那么三十年以来,我当然谈的是10年,13年,我们知道从2011年,光临花以来,到现在 整个这个变化是 2011年股市也是很低,跌到3000点以下,这是两亿股民,以及整个资本市场 整个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集体的心态的反应,指数就是中国中产阶级心态的反应 明星的一个向背 所以信心跌到最低点,所有的比如说采购净利指数,各种警惕指数都是最低点 那么过去一周,我在北京跟所有的朋友也都在谈 未来半年,一切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分控三十天的情况下 在目前乌克兰战争六十多天的情况下,在股指跌到3000点以下 这三个因素加起来 以及北京现在处在一种人心惶惶的一种状态 那么未来半年,二十大之前 我们过去说没有想到一切都有可能 一切都有可能 那么这才是今天的政治局会议的一个背景 一个紧急事态下的急刹车 一个政治妥协 一个甚至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跟我们刚才,跟我们今天要谈第二个问题也有关系 就是小道消息非常多,非常多 在北京,小道消息非常多 那么三伟健的讲话当然是一个信号 其实是我过去半年在全国跑 我听到的资本界的一种共同的声音 那么我对三这个人当然不了解 我相信找投资的人应该更熟悉他 和平你也更熟悉他 但是另外两个人我们确实是可以谈一谈 比如说王世聪这个公众人物 曾经在几年前被当作叫做什么 国民老公,年轻人都是见了他坐地排转这种 当作一种资本偶像 跟马云,马化腾并列的一种资本偶像 年轻的资本偶像 那么他 当然我们知道他父亲万达过去几年也是 首当其冲经历了这种资本的整顿 整讯 整改 已经相当的这个灰头熟脸了 那么他在上海对上海的防控 他做了一个轻微的表示 我相信 具有他个人的一种不经意的表达 又是整个 整个中国的资本界的一种政治愤怒的一种表达 他通过对疫情的一种不满 对所谓的血性卢性的一个这种提法 来表达了一个整个资本界的不满 那这个不满 其实在我看起来比善伟健 表达更 更凶狠 更有意思 因为他代表的是一个中国民间所说的富二代 他也是海归背景 那这种富二代 我们说的这个第二代资本家 其实才是最关键的 他们没有红色精英 但是他们跟上一代的资本家 跟政府妥协 红色资本家 这种妥协 绥静 把财富嵌入在这整个的政商关系网当中的这种做法 已经是有所差别了 换句话说 他们肩负的双重使命 一方面如何维系财富的继承传承 我相信这是现在中国所有资产阶级 所有中产阶级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任务 这是中国现在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 是中国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个问题 中国财富差距 贫富分化特别严重 但是对 有资产的这部分来讲 我们知道中国的资产总数在去年 有一个统计说已经 世界第一了 已经世界第一了 当然口径我们要看口径 但是全体的彩性吧 有一个口径至少说中国的财富总量 已经世界第一了 那么这世界第一的财富总量 即便是对这个红二代来说 我们说我们假设 我们抽象的说 都是一个富二代 一个资本二代来 对一个资本的总体来说 他们就面临着一个资本二代 如何去管理 如何去传承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在现在的一个政治变动背景下 变得特别的不确定 这种资本的焦虑 实际上是由资本二代来承担 那另外一方面 这种承担 他们的主体地位特别不明确 在过去十年 尤其在过去两年 我们看所有的资本都在遭受着 国进民退 遭受着对 这个民营资本的族行业 族行业的一种打击的一种背景下 那么这些资本二代 我不用用富二代来形容 我因为当然也包括富二代 我们用资本二代形容 他们实际上是面临着 个人资本 他们代表一个未来的第二代的一个中国的民营资本 代表中国第二代财富的拥有者 他们面临着这种财富主体 这种资本主体 如何被承认 是否被承认的一个问题 身份政治 这是中国现实的身份政治和财富政治 他们如何被承认的问题 但是我们说财富管理和如何被承认 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如何被承认 这是在中国目前的一个政治变动环境下 极其渺茫不确定的问题 宪法无法满足这个问题 其他的也都无法满足这些问题 他们面临着政治的 法律的 宣传的 还有底层老百姓的仇恨 各方面的这种敌意 这是在过去几年 过去十年逐渐发生的 那么王世聪的 他这个受过 英国教育的 有一点基本的 这个正常的富二代的这么一个教育背景的 跟中产阶级特别相通的这么一个 他对上海的疫情 一点点抗议 然后他的结果 是这样 我现在我确实说 他是代表了整个中国资本二代的一个声音 这种压力是一种举重弱倾 那么这种举重弱倾 其实对党的未来的 红二代的挑战 是巨大的 就像这个节目当中 去年我就专门谈过 说 马云他原来的政治光环 政治角色其实是巨大的 所有的政客 六十岁 六十五岁就要下岗 那么都要向财富 靠拢 这是长江中下游资本 向他其中 他做所有的 红色 灰色 资本和权力的代理人 总代理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是一个政治角色 是一个跨党政和资本 和中产阶级和创业者的一个多重的一种 企业教 那么 他被打击 实际上在目前的这种情势下是很自然的 那王世聪和马云这些都是一些类似人物 马云退下去 那这是二代的这种资本本身 这种主体被承认的问题 并没有解决 而且是越发的飘渺 这个是跟红二代的竞争 实际上是形成一种直接的一种 一种 一种 巨大的问题 巨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的是中国所有资本 就像赛伟健的话讲出来的 困扰的整个国内的资本 国际的资本 困扰的所有的这些信心的问题 所以他确实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小小事情 他一句话不是小事情 当局的扑杀 这个本身又在强化这一点 强化这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廖国勋 是真的是可圈可点 就是我刚才在谈的 从上海事件以来 从上海分尘以来到二十大的半年 一切事情都有可能 一切变化都有可能 那么廖就是这一切变化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开始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是什么 现在一方面上海分尘 北京城隍城孔 对不起 人心惶惶 另外一方面各地都在 党代会在举行党代会 要选举二十大的党代表 同时呢 换届 各个地方领导的换届 已经在加速进行 从年初到现在 我们已经看到 比如说这个这个 我们待会要谈地方领导的换届 那廖国勋案里说是有望在往上走的 我们都知道他是从贵州同仁出来的 是这个现在的这个 跟现在的人大委员会主任 人大委员会委员长 栗战书 他曾经做出他的秘书 他实际上是我们说 这个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栗战书 属于这种最高层的 属于管理层的这种心腹性的人物 然后转任过上海到天津 履历很丰富 未来的政治前途 其实也是不可限量的 而且我们在天津 在他在浙江还当捷雾和平的 当过浙江省委的组织部长 是是是 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那么在天津 我们也知道天津这个地方 老百姓话讲风水不好 官场流连不利 过去十几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跟天津的这种经济地位下降 政治地位下降都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他的这种政治黑窝的效应也很明显 但是廖国勋在当地的口碑 在过去二十年当中的这个在市长的这么一个位置上的口碑 应该是我听到是最好的 就是口碑是难得的好 几乎是唯一的好 就是这个人被天津的干部 我是形容为是正派 比较正派的干部 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 代人 各方面都是这种 典型的这种秘书党出身 没有什么飞扬跋扈 都是很平衡 很平和 很平地 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类型的一种三平式的一种人物 那么但是在这种防疫到一个最关键的阶段 也就是动态清零 从武汉到上海到北京 趋向极端化 面临着重大转折 能否坚持下去的一个 一个转临界点的时候 这种在绝对 忠诚不绝对 就绝对不忠诚的李鸿忠书记领导下的天津市 突然因为这个心梗去世 实在是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传说 但我觉得可能还是心梗去世 这种劳累过渡 心梗去世 这个实际上是 是代表着这种 中国的这种地方大员的一种心力交瘁的一种 一种一种普遍的现象 心力交瘁的普遍 要不然躺平 要不然就心力交瘁 那对这样一种 资历相当完整 前途相当 看好的一种干部 我们都知道他不可能躺平 那么应该是属于心力交瘁型的这种干部 就是军军业业型的干部 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情势之下 在天津没有出现什么 这个疫情升高的一种情形下 然后在动态清零的转折点 临界点倒下了 这个有一点 以身性清零的一些味道在里头 所以我们就看到 我们上周还在谈 这个上海清零 最大的牺牲者 受害者是四大群体 老人底层阶级 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但其实对干部 来讲 一方面很多干部 我们看上海很多 底层干部 基层干部 这个从聚会主任往上 我们到什么都在这个 社租 巡礼 但是呢 在他这层干部层面上 我们看到 兢兢业业的结果 其实就是 支撑不下去了 支撑不下去了 跟 我们看到 比如说上海 这个红 这个这个这个 是不是红口区 还是哪个区的 这个卫健委的信息中心主任 那叫什么 然后掉那个上吊自杀 真是可以相提并论 就是 这种 动态清零 他他实在是 一方面清除了很多老人 清除了很多病人 一方面对党的干部 自己的干部 也是一个清除的过程 那个这个压力之下 谁扛不住 谁就倒下了 这种社会的压力之大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想象 他们这些干部 是不会被感染的 但是工作压力之大 社会矛盾 是危险 这些保健很好的 这些高级干部 尚且跟普通人一样 这个一心梗就玩玩 这种情形 我觉得 真的是让很多的地方干部 包括现在是让很多的高级干部 都看上去是相当的胆战 心惊 他们奋斗一辈子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社会 像善伟健所说的这个什么什么最低 什么什么最低 其实 他在表明 中国的现在的这种社会矛盾的隐形的压力 是前所未有之大 前所未有之大 那么在这些干部的心脏上面 首先是体现出来了 这些干部 我相信一天工作 可能确实是比农民工 比我们这些 马农工作时间要长 可能要20个小时 18个小时都有可能 他们受不了了 这是一种自我折磨的 自我毁灭性的一种倾向 这体制有一种自我毁灭性的倾向 这个自毁性倾向是中国 主家体制2000年以来 从汉朝到现在 一直都隐含着一种自毁性的倾向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体制 似乎又走到了这一点 那么首先在这些干部的不正常死亡上面 能够看得出来 反腐在过去十年 我们看到因为反腐空降跳楼的很多 现在是看到这种中高层的干部 包括基层干部 受不了这种动态清零的压力 纷纷的心梗 纷纷的 这是中国社会压力之大 中国人现在水深火热 水深火热 对干部来讲也是水深火热 他们真的是不躺平就过劳死 现在就面临这样一种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才能理解 今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是 避免六二年的 六二年初的 一月底二月初的七千人大会 把它搞成一个初期大会 搞成一个毛道歉的大会 一个出气的 出气 预排气 它是一个预排气 避免出现未来的七千人大会 当然未来也不会有七千人大会 没有一个刘少奇式的人物 现在的县级 县团级以上的干部 也不止七千人 有十七万人 这是很难搞成什么东西的 但是在政治局上面 做一个出气 做一个紧急刹车 最高领袖自己在大跃进 自己在紧急刹车 这样子来保持 保证一贯 永远正确 永远光荣 永远伟大 那么我觉得是二十大之前的 一个及时的 转向 及时的政策上的妥协 一个转向 那这个问题当然已经持续了很久 但是 但是我们在说 当中是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压力 巨大的政治压力 还有巨大的经济压力 这个三重的压力 其实都是在我们今天所谈的 王思聪 善伟建 廖国勋 三人身上是分别看到的 巨大的经济压力 巨大的社会压力和 最大的政治压力 他们分别代表的 当然王思聪还代表着 他是双重既有社会压力代表 也是资本 经济压力代表 善伟建我们说全体说 他代表的经济压力 代表的资本压力 那么廖国勋 他当时主要是代表政治压力 但何尝又不是代表了所有的三重压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相信这个政局会议 在今天的召开 做出一个相当的调整 确实是很及时的 但是他的效果 我相信也是很有限的 只不过我们不能排除 现在北京各种流言蜚语 小道消息 各种这个political rumors 这个在政治局里面的常委 是不是两面人现在开始蠢蠢欲动 开始这个形成一种新的内部的政治压力 他们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 在未来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有所展现 对二十大有什么样的一种影响 我觉得在未来半年我们要仔细的观察 未来半年真的是一切都有可能 好的 这个星期啊 除了刚才讲的几个人物几件事情以外 我们就特别关心北京的这个疫情的情况 关心我们无强博士怎么样 你是不是要迟迟被这个海酸剪裁 有没有 我还好 我还好这个这个这个 反正也没通没人通知我 要不要核酸检测 那清华大学总是打电话给我 打疫苗没有 这个这个诸如此类的 这些人他们就是关心这些问题 清华大学还关心你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组织上的温暖吗 没有 他们这个居委会打电话不够 还要让派出所打电话 诸如此类 那我只好把他们痛骂一顿 痛骂两顿 这个这个把聚会主任 把派出所的这些小干警 他只好是痛骂 这个这个这个 那没办法 这个现在他们用这种方式 那我只好用法律的手段 法律的语言 来痛骂他们 在维护一个公民的尊严 维护一个公民的权利 有些事情不由他们来做主 我们是有权利做主的 这个核酸检测也好 这个疫苗注射也好 这个都是非强制性的 这是最重要的 我爱打 我爱做 是由我来决定 但我就不告诉你 我爱我打了没有 我做了没有 那么去公共场所 要出示这些东西 那我不去公共场所 可不可以 北京反正最近几年 最时髦的都是这个露营 都是在河边 这个帐篷烧烤 我在德国待着那么 那么长时间 其实没其他没有学会 这个烧烤露营 这是我最擅长的 我不去餐馆吃饭 我在河边 我这个炉子烤肉 我打个脏篷睡觉 这总可以吧 我不去餐馆总可以吧 不去购物总可以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这个自由 我有一点自由 我就要坚持下去 彭敏敏刚去世 彭敏敏我们知道他有一本回忆录 就叫做自由的滋味 自由的滋味 我们这一代老人 我们这代老人的老人 这个老人是要打引号的 我们是经过八九一代的老人 我们藏过自由的滋味 我们不会轻易的放弃他 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 我们上周还在批评说大学年轻人 这个我已经不好意思在谈他们了 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滋味 那么他们的父辈基本上都是八零年代的 这一代也是没有品尝过这个自由的滋味 八十年代出生这些人 现在的大学生的父母 其实他们都独生子 是一个畸形的一代 是最寻服最保守最烂的一代 那他们的第二代跟王世聪确实不一样 他们是最寻服最乖乖 不让你拉料 不让你拉屎 不让你洗澡 他就不拉料 不拉屎 不洗澡 他可以忍受母猪肉 忍受带毛的猪肉 这个这个这个 没有屠户他就吃带毛猪肉 诸如此类 那么他们没品尝过自由的滋味 他们不会为自由去捍卫 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他们去争取自由 那么但是王世聪他的父辈 我们知道王健林 七十年代就当兵 这一代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在英国待过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过去比如说跟小平 跟林我们都谈过很多 九十年代以来 从大院子弟到这个资本 到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些老人都还在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老人在 我们对自由 我们就有所坚持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种坚持包括这个家宝 包括吴文总理在十年前的讲话 在临告别的讲话 我们都能这个记忆犹新 这是在上海 在我们这代老人 这个最后残留的东西 这个想起比如说这个家宝当年去广场 看望我们 这个都是同一代 我们品尝过自由之位 我们要坚持这种自由 我们要坚持各种自由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都坚持使用现金 跟老人 跟这个老人是真正意义上老人 跟我父母一样 坚持使用现金 这叫这个 我们坚持各种这样子 类似的这种自由的选择 而不是像年轻人一样 把所谓的共享单车 支付宝 不啦不啦 还有什么东西 当做新世大发明 很可笑 很狗屎的东西 对不起 我今天我们谈的这个 这个拉得太远了 没有 我喜欢听你个人的故事 我们知道做新闻 做这个访问 有时候我们谈高大上的东西 太多了一点 有时候 个人的故事是更加鲜惠一点 所以我还真听得经济有味 我在想象你在那个河边烧烤什么东西 对我们在河边烧烤 就像我们以前德国上学的时候 一到夏天 一到这个时候 北京因为气候变化原因 现在 这空气真的是跟现在的德国的空气 是非常的相似 细温 湿度 感觉都很相似 这个青山主义环保还是有贡献的 气候变化也是有贡献的 让我们在四月底五月初 跟德国的初夏 感觉是一模一样 那么一到初夏 一到有太阳 一到半晚 我们就 这个几个朋友 就抬着一箱啤酒 到草地上 支起烤炉 开始烤肉 烤肠 烤羊肉 烤牛肉 羊肉当然是很贵的 然后我们可以消磨 一个下午到晚上 或者甚至从早上 九点钟开始烧烤 喝啤酒 一直喝到晚上九点钟 诸如此类 这个是我们留学生活的一个主旋律 这才有自由 才有创造力 我们才在同时我们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如何 就是如何向何处去 诸如此类的问题 8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我们只不过在思考如何的问题 这个Villa How 还有Why 我们思考更多的这些问题 那么 在现在 我相信大多数人被困在家里 其实他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才是最关键的 王世聪在上海 他憋了很久 他讲这句话 其实因为所有人现在都被迫的困在家里 终于摆脱了中国经济社会过去30年强加在人身上的一种苦力主义的一种惯例化的一种一种紧张的生活节奏 大家终于在一个政府投胃 当然政府投胃很不充分 在政府投胃 把肉像动物园一样的饲养员扔到家里 扔到那个篮子里的一种方式 把肉扔到家里 每个家庭在等着这个社区 等着这个居委会把肉扔到家里 扔到家门 这样一种感觉 终于坐下来 待在家里30天 他们在思考 未来 思考现在 思考他们过去 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停下来 前所未有的过去40年以来停下来的一个两年半 停下来的30天 这个停下来 这本来是最高层最害怕最担心的 就大家都躺平了 结果呢 因为他这种防控造成了上海2500万人躺平在家里 至少有2000多万人躺平在家里 除了几十万都外头忙活 但是忙活是不够的 我们知道在动物园里头 这个在监狱里头 这个管理员和动物或者犯人的比例一般是1比5多一点 那么上海2500万人至少也得有五六百万人对付他们才够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大多数在半饥饿的状态 在家里躺平 他们只能在一种半饥饿状态下 这我觉得是最利于思考 中国人过去30年是吃的太多了 这个太浪费了 要是我们在我们知道我们在欧洲在美国 我们吃的很简单 在美国当然你们吃垃圾食品吃的多一点 吃的充分一点 我们在欧洲 我们真的有土豆面包加上点黄油果酱 我们就就可以了 剩下就是奶酪剩下一些一些藏好品 晚上是不不开火的 那么这种半饥饿的状态 其实是特别利于人的思考 中国人总是吃的太多 吃大米饭吃太多 这种饭后摊 血糖一下子在饭后的身高 大部分都处在满足于这种食欲的快感当中 没有时间被吃 被每天的超过八小时的过劳 被这种社会的这种高兴斗角 这种紧张 三重的这种压力 弄得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思考 中国人是没有动脑子思考 所有人都在说一些自己 不觉得互相矛盾的话 中国人说话没有逻辑 都是口语话 甚至连中国的反对派 我在几年前都在写文章 批评中国的反对派 他们都是用一种街头老大妈 公交车老大妈聊天 斗嘴的一种方式 在批评共产党 在批评当局 批评各种政策 这完全是一种不动脑子的一种一种一种做法 一种社会退化 一种社会大脑的退化 那么因为他们没有时间静下来思考 先不用说他们有没有理论资源 但是中国人现在没时间静下来思考 我觉得是过去三十年 中国社会进化到现在 或者说退化到现在一个根本的问题 但是过去三十天 对上海人民来讲 上海人民还是读书比较多的 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平均每年的读书的数量 是世界排名最后几名 每年平均我记得好像是读书时间是 不超过十个小时 读书的本数是各为数 我记得几年前我参加这个 每年一度的这个读书日的时候 还听到过这样统计数字 主要是中国人是不读书 现在过去十年又被社交媒体占据 中国社交媒体和在社交媒体上购物的时间 实际上几乎是最高的 那么他们是完全是消费主义的 物质主义的不动脑子的一代 所以他们经常互相思考 说话是互相矛盾的 比如说张文维 比如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的学者 互相说话是矛盾的 也包括中国管理层 我们待会就要谈到这个问题 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相互的矛盾 他们甚至没有意识自己相互矛盾的能力 但是过去三十天 所有人静下来了 就像我们看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 我们看了很多BBC 这个国家地理的很多的 在过去两年拍的纪录片 过去两年 因为新冠疫情 其实这个野生世界 野生动物重新繁荣起来了 这是一个世界重启的两年 同样过去三十天 也是中国重启的三十天 当然虽然是在上海开始 但实际上上海是重启的全中国的社会的大佬 重启了他通过 躺平 躺平 就像我刚才说的 在德国我们就是躺平在草地上 晒着太阳 光着膀子 有的时候我全身都脱光了 FKK 全身脱光了 晒太阳喝啤酒 这时候你才能真正享受到自由 然后才可能思考 才可能想明白 八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失败了 我们在想这个问题 一辈子都在想这个问题 但这个想这个问题不是说你在工厂里头你在赚钱的时候才能想明白 一定就是要脱光了喝着啤酒吃着烤肉 你才能想才能想明白 然后一大盘东西在上面这么多丰富的东西 那哪里有工夫思考问题哪里有工夫讨论问题 光是他那个吃的就是已经可以谈半天了 你看每个人拿个手机 你还没开始讲话又有人把它拍下来 我就很多习惯就是就是为什么食口饭第一东西太多 第二是餐厨太大 第三个就是每个拿个手机 那你还那大家在一起聚会是干什么 我我有点不太理解 也许我是心目记得很 我也不理解我也不理解 对那包括比如说上海人民要吃什么我也不理解 要是我去当上海市长 现在我要去当生存人 我要接短了这个上海 不给上海市民每家每户扔几个芋头 扔一筐土豆再扔一点黄油 牛奶就完了嘛 哪那么费劲了 对不对 对他我觉得这个食物太丰富了 我还是很关心这个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次疫情 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 昨天我们的很多新闻都做了 就是说什么上海的老百姓 这个敲都铁锅啊 然后北京又是金刚马出了问题啊 我们正在吹点什么问题和老百姓游玩呢 都是一种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我在上海好像听说 在北京也听说是禁卫势力操纵的结果 禁卫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一个金刚马都可以被禁卫势力给破坏 西安好像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这怎么回事啊 北京和当然没有当然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各地的金刚马都在都在瘫痪 就是这种不现实的搞这种所谓的人人过关 全民筛检造成的 然后背后这些这些我们就知道 大跃进啊 这种数字化的大跃进 其实背后都是腐败 都是都是不堪的一种一种一种无法经受的一种一种情形 这个都是所有人 平常人这个用脚趾头能想出来的两种情况 一方面是负载太大 这不现实的一种任务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理论 中国过去两年多 从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以来 中国的芯片进口 其实是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比如说这两天我看这个有报道 我们知道华为分拨了他的手机业务到荣耀 荣耀跟华为没关系了 然后大家拆解荣耀的手机里面的芯片里面的原材料 发现中国的国产件比例迅速的下降 大部分是采用美国件日本件 只要有机会 只要摆脱了制裁 他们就尽量使用美国的原材料 日本的原材料 但其实对中国的这种以健康码 公共卫生系统的这种所谓这种各种码为代表的 整个中国的这种数字城市 数字监控体系 在过去两年半以来 我相信整个算力 它受到了巨大的限制 它因为中美贸易战 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的限制性的出口 它不是完全禁运 但实际上是限制性的出口 那么中国的整个算力 在过去两年半实际上是处在停滞的状态 它无法应对 我们假设 虽然存在说比如说各地承包商的腐败的问题 它就是随便比如说拿个事给一个亲戚 亲戚的炒台公司随便就编了一些代码 随便搞了服务器 结果没想到这个城市要全民筛减 然后承受不住了 这是通常的 但是抛出这个因素 其实我相信是整个中国的这种用于数字极权主义的这种芯片算力的增加 它尽管还有增加 但实际上增加远远低于实际需求的激增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谈中国数字极权主义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就陷入到了一种衰退 它无法通过美国从台湾从美国从日本 进口到满足它这个数字极权主义的芯片的算力的维护和增长的需要 因为数字极权主义它另外一方面 极权主义它对这种芯片的算力的要求 它的任务是在暴涨的 它在暴涨的 从人脸识别到健康码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控的这种要求 它是暴涨的 但是它的算力因为各种制裁限制 它能够增长的很有限 虽然还在增长 但实际上增长很有限 又因为腐败 就是它这种算力是优先拿到预算的 但是由于腐败 就像我们说在美 在在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所看到 俄罗斯 它的导弹用的都是很多还是电子管 很多还是六七十年代的很初代的晶体管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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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路板 甚至大量使用中国的民用产品 还有就是 是像比如说 真的展现出来 能不能决察到的就是 这种健康码的崩溃 然后当局当然很轻易的能够把它堆结于境外势力 其实也没错 因为境外不再给中国工艺芯片了 但当然是要崩溃掉 所以从长远来说 从未来来说这种脱钩其实是无法保证这种独裁 保证这种专制保证这种数字极权主义的延续的 有一些朋友一直说 封闭才有利于这种极权主义的延续 然后对朝鲜古巴这种小国寡民来说这种适用 但是对中国这种要拼极权主义 拼这种数字极权主义的大国 有要做击兔竞争的这样一个big power来说 封闭制裁 其实它是另一半见影的 两年它的算力 它就赶不上这种它的这种 对极权主义的信心所产生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指数级别的这种任务需求的增长 那么它的系统崩溃 其实在我看起来已经开始 这就通过健康码开始 那么这才是我们在看到 政治局会议 意识到 这种崩溃 真的是非常快的速度 它不妥协是不行的 这个所以中国的任性是在于这种儒家的政治传统 还有一批技术官僚 在那里 我们还能够一起聊天 还能够讨论 还能够指出这些理性 从理性的角度谈 问题在哪里 那么还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纠正 所以我们说王思聪也好 这个赛伟健也好 还有很多人还都在讲话 虽然一讲话就被消声 哪怕像任志强这样子 两三年前两年前就被抓起来 但是大家还在以这种 儒家知识分子很传统的一种伦理 文史鉴 无死战的一种方式在进行 当然也是很可悲的 我们也知道这种文史鉴 无死战是很可悲的 红楼梦 但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他就在批判这一点 也是通过贾宝玉的口来批判这一点 但是廖国勋何尝不就是一个 无死战 某种意义上能讲无死战 他倒在了这种所谓的抗议的第一线 类似的 那么这是中国现在这种情形变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特别有意思 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您有一个事情能不能评价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北京和上海的比较 把它变成一个双成绩的比较 甚至把蔡奇书记和李昌书记也变成了一个比较 你们有没有比较一下 其实我们知道过去几周 这个对蔡书记李书记的传说很多 各种这样的 也不是各种这样 就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版本的这种小抄流来流去 都说这个蔡书记要去中办 那么丁薛祥同志可能要去上海 那么河北的王 这叫王东峰 王东峰要来北京 那么李书记将来去哪里就不知道了 这种版本传说是很多 大家口耳相传 这个都在表明这个现在的这种政局的动荡 这就是政局动荡真是多方面的 各地方官僚也都在 这些两面人都在施压 都在以各种方式施压 那么各界都不满 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的共识 我看一点点 在过去10年都在消失 都在消失 那么上海的沦陷上海的30天 其实是代表的最后一个社会契约的 瓦解 这社会契约就是什么 就是上海人民其实我们知道很务实很现实 他们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弄潮 上海是很保守 他们就要一点 这个生活方式 要一点这种最少的一点自由 一点老特拉的一点 最少的一点点的市民的自由来换得 他们其他方面的这个没有权利 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其他其他这些东西 好像我去年还今年初还看了一个 这个这个国内非常红的一个电影 爱情神话 就把上海的这种小市民的理想生活 真是表现的前所未有的透彻 前所未有的透彻 但是这是最后一点 中国30年改革开放 或者40年改革开放 留下来的一个社会契约 一个交换 但是在过去30天都破灭了 更不用说其他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中国梦的梦想 美好生活其实都破灭了 在这种情形下 李强的压力实际上是巨大的 对管理层来讲 他不可能这个这个这个 他要我我在这个 可能大家注意到 我很早就写评论 管理层是要自己永远正确的 所以他只能自己踩油门 自己踩刹车 那么他也不可能自己承担承认错误 没有刘少奇 他不可能承担承认错误 那么有点回内斩马术的意味在里头 保住对上海的这个 这个控制 我觉得是管理层的首要考虑 那么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北京的局势 蔡奇书记 其实他在最后 当然在观察 他在全 他在这个 他在平衡考虑各地两年半以来的 动态清零的所有的做法和效果 他在一个二十大选举和动态清零 到了极端化 无法继续的一个重叠 所谓的用北京用当局的话讲 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的多重的重叠的一种情形下 那么蔡书记这个时候赶紧撤 然后去做大类总管 我觉得是都是一种管理层的一种 保住自己干部的一种方式 这其实在表明管理层受到压力实际上是巨大的 现在在保干部保自己的地盘 那么李强书记他现在还在 那么传说中他要下被随取被丁血墙取代 但实际上我相信李强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就此 那么这个政治不是一个责任政治 他不会追究这个不可能 所以这些人来出来承担 我们在实际上在过去那么长时间 30天里头我们只看到李强书记开会的新闻 没有看到李强书记到上海街头去视察 去上海的市民家庭去视察 去保供的一线去视察 去调度 我们都很难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看到都是孙副总理 如何的清零一线指导工作 看到的是这个北京市前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保健科的医生 以及后来的分台区铁匠营的中医保健科主任 这个社区卫生所副所长叶财德同志 我们全是老乡 福建中医大学的硕士 如何在上海 从武汉到上海清零一线 指导上海的张文宏等专家 部署上海的防疫工作 我们看到都是这些新闻 看到都是这些东西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就看到中国的政治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已经看到是防疫工作领导小组 基本上就是一个文革小组的一个在线 一个文革小组的在线 我们看到已经看到很多这种官分器稳于 看到很多王海荣 看到很多这个毛远新同志在燃燃升起 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二十大体 二十大之后的二十大体制 已经在现在在过去两年 在现在逐渐的成型 那么保住这种文革小组 保住现有的这样一种疫情当中所形成的 非常规的一种特别体制 一种特别化的体制 我觉得这是对二十大来讲 对管理层来讲是最为重要的 那么那么蔡书记也好 李书记也好 我相信在未来也都是这么一个体制中的人物 那么比较他们其实意义是不大的 那么对他们来讲 在中国政治来讲就运气的好坏 只有这个这个埋怨这种新冠疫情 这种新冠本身太太狡猾 所有人都在抱怨新冠疫情太狡猾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我很早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谈过 气候变化包含病毒在内的气候变化 包含病毒在内的气候变化 就是这个自然力 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体制所无法应对的 而恰恰未来现在这种自然世界的力量 气候变化 包括瘟疫在内的自然世界的变化 其实是中国这体制最难以应对的主要敌人 主要对手 他其实比美国 比欧洲 比全世界的所谓的这些 其实都要难以应对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挑战 那么也是在这个根本挑战面前 这个体制是在不 他在坚持 但实际上是溃不成军 好的 谢谢吴江博士 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这个美国人 欧洲人 他是非常关心的这个俄罗斯侵略 乌克兰这个战争 最近一个星期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就是美国采取了这个 更就是比之前更加强硬的一些具体的措施 一方面呢 班农总统啊 这一次一下子就不出了 几百亿啊 三百多亿 加上前面的一百多亿啊 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讲 不出五百亿 其实是很多亿亿的事情 另外是给予啊 更强力的这个军事装备的援助 当然了还一个就是 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国务卿布林肯 去了这个基辅 给了乌克兰更强有力的 到现在为止啊 这个最有力量的一个一个支持 美国两个这样的一个负责外交 一个负责国防的官员 这个官员去这个乌克兰 而且后来奥斯丁这个国防部长 他召开了一个四十国的会议 在这个四十国的会议里面 他讲的那番话 他是对于乌克兰人来讲 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简单来说 就是把这个俄罗斯的 能够伤害和侵略 捉拼国家的能力 要把它打掉 哎呀这个我们听起来 这几天包括昨天前天 我们都在跟朋友们 或者专业人士来请教 这个什么意思 对吧 这个是不是真的要把 俄罗斯全部给打趴下 但是后来白宫 把话又讲得稍微柔和了一点 柔和了一点 说这个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四十国的 这个团结在一起 能够对付俄罗斯侵略军 这个是不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那么这个是不是 是俄罗斯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性 它更有一点 它要是硬干 还是说 我还是会阻止一下妥协 因为从历史上来看 没有几个国家 不做妥协的 你真正到了危险的时候 对吧 不要说这个俄罗斯 妥协的历史很多 对吧 中国不也一样吗 那么美美国也是一样 任何的面前都有可能 你觉得俄罗斯 有没有可能做妥协 我觉得现在不是俄罗斯 妥协不妥协的问题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 都是一个战后秩序的 重建的问题 战后秩序 向哪里去的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最后一个题目 其实是可以专门在批一个时间 专门来谈的 因为特别大 加哥请你强细谈吧 今天你简单点一下 对对对对 但我简单一点谈 我想第一 我想说我上礼拜也在谈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节目每一期 每一周都在做 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很早就在谈的问题 那么我们一方面谈趋势 另外一方面是谈新发生的事情 但所有新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我们这节目 很早很早以前就谈到的趋势当中的一个结果而已 我希望观众朋友们永远记住这一点 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把过去节目翻过来 重新看重新听 我们现在真的是谈过去的趋势 这过去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这场战争的天平已经改变 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 现在在考量的是 战后秩序的安排 那他们首要的目的 现在技术上 其实是去 右翼化 去纳粹化 去普京化 我相信这三个去 是这次四十国防展 四十国国防部长 在Ramstein空军基地 在德国的美军的Ramstein空军基地 也是北约的 这个 是不是指挥部 还不是指挥部 但是 最大的美国在欧洲最大的空军基地 Ramstein 我们知道这个德国有个著名的摇滚乐队 就叫Ramstein 我很喜欢他们的这种重摇滚重金属的这种风格 Ramstein 来去纳粹化 去普京化 的一个目标 那北约实际上现在是从 那么任务也很明确了 这是战争的一个直接的结果 也是欧洲 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一个根本的改变 我觉得这是这个防长 我们这个防长会议 我们之间能读出来的 那么 他的战事目标就是 或者说战役目标 就是要帮助乌克兰取得在顿巴斯地区的胜利 夺回从克里米亚到顿巴斯所有的领土 我相信这是他们所确立下来的一个直接的战役目标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性 不存在俄罗斯妥协的可能性 其实他是要被完全赶出 这个克里米亚和 我刚才说错了 说成克罗地亚 老是说成克罗地亚 老是把这个 克罗地亚因为是个太美丽的地方 对太美丽的地方 是我们德国人最爱的这个旅游圣地 肚甲圣地 也是这个当年保持很好的 这种风暴保持很好的 这种东罗马帝国保持很好的这种地方 把克里米亚和这个乌冬地区全部收回 我相信这是这次防长会 没有公布的一个战役上的目标 那么要取得胜利 要取得这个胜利 那除了胜利我们才看到 美国国会才会通过这么一个民主主界法案 保卫民主主界法案 这个我们看这种法案通过的表决 比当年二战 为了苏联通过的这种主界法案的这种一边倒 还要明显 就是换句话说 现在的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议员们 他们对普京的这种憎恨 对民主的威胁的这种看重 要比对当年这些他们的前辈们 对希特勒 对美国民主的威胁看得还要严重 那在这意义上讲 Final Affairs这一期 他有篇文章 他整个专辑 整一整期都在谈这个这个战后秩序的问题 那么其中就在谈这个普京在开战的时候 他的宣言在对应就是冷战没有结束 那么他在举例1939年的芬兰战争 举例1950年的朝鲜战争 那么其实普京的开战战争 也是跟这些东西相关 在谈二战没有结束 他继续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他在不承认整个联合国的秩序 我们知道联合国秘书长 郭安雷斯也刚到基辅 然后回来 他的表态已经相当 很多人对他表态觉得太平和 但是我觉得已经相当的鲜明了 他也在暗示这种联合国案例会的改革的可能性 那么那对冷战来讲 对战后秩序来讲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社会所讨论的 就是这场战争 实际上它是一个朝鲜战争的翻版 那么朝鲜战争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么联合国军介入到朝鲜半岛 然后这个形成了一种团结 然后保卫了民主 那么现在我们看这种力度 就是要比朝鲜战争更大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正好是跟苏联当年扮演角色 是做了一个对调 这也是中国现在的国内 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的看法 当年苏联人利用中国做代理人 打了一场朝鲜战争 现在中国人是认为 俄罗斯人在扮演着一个缓冲的角色 那么所以在战后 实际上我们就看到 俄中之间共同的对冷战的这种怨恨 对冷战结束的怨恨 冷战结束怨恨是什么呢 一方面 普京我们知道他最强的就是冷战结束怨恨 一方面苏联崩溃 另外一方面是所谓的他在谈北约不东扩的这种 违反北不东扩的这个当年的协议 他的怨恨停留在两方面 当然第三个是俄罗斯的这个不可遏止的衰落 他没有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 那其实更重要的在我看起来 冷战其实已经结束了 冷战遗产冷战红利已经结束了 对俄罗斯来讲 因为他的天然气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 跟欧洲在缓和政策下 所建立起来天然气石油的这种贸易管道 现在已经被事实上被切断了 未来几年之内完全的切断 这是冷战的根本的结束 其实是新冷战的开始 那么中国同样是虽然在冷战 避免了冷战的结束之后 苏联崩溃的这样子的命运 但实际上恋之在之的 过去十年我们刚才所谈的所有的问题 都是以苏联崩溃作为教训 防止出现苏联崩溃的命运下的 政权的一个倒台一个崩溃 他就把这个捍卫冷战遗产 他是既是冷战的受益者 冷战红利的享有者 又是冷战魏晋议院的一个继承者 把自己当做苏联的继承者 这跟俄罗斯人把自己当做 这个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当做梵蒂冈的继承者 毛泽民上讲都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就是俄罗斯人对东正教的骄傲 对罗马帝国的骄傲 双重的骄傲 他们都是把自己当做一种正统 同样中国现在也是毛泽民上讲 通过这种 俄罗斯的东正教的影响传入 自己其实也在把俄罗斯 把苏联 把自己看作是苏联的继承者 毛泽民上讲也是有一点 这种另类的一种 一种帝国的继承者的一种想法 在这里头 那么开始在继续 那么他也在决然的切断 自己在冷战当中冷战结束之后 说想有个红利 比如说加入全球化的红利 要孤立化起来 要双循环 要 要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些资本的担心 他在决然而在虽然现在有些让步 有些妥协 但是在二十大之后 其实 是这种跟后冷战的秩序的决然的 这种政治意愿 其实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说冷战 没有结束冷战确实已经结束了 那么从乌克兰战争之后 新的冷战开始了 那么这是 我相信现在比如说拜登政府 马上要通过的对华战略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已经第二年了 美国终于要颁布对华战略了 其实就基本上 未来下一周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个对华战略下 我们现在谈的今天所谈的这个问题了 同样我们看到拜登五月份要访问韩日 那日本我们这个 我这个问题我谈了很久了 大家都以为我是开玩笑 大家都以为我在讲大话 不是啊 日本拜登一访问韩日 我们就意味着我们知道什么 韩国已经大选了 新的总统上来了 然后这个右翼话 右翼总统跟美国的关系 跟中国的意见性渐远 毫无疑问的要加入到亚洲版的北约 亚洲版的北约其实就是四方安全对话 加入日本 日本不仅要加入四方对话 而且可能要加入五眼联盟 形成六眼联盟 那么韩国未来跟他们进一步靠拢 这是拜登五月份要访问亚洲的一个主要结果 而且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失去了德国 孝尔斯现在在东京访问 他第一次他访问了美国 访问了法国 然后第三个国家访问了日本 他没访问中国 这是过去二十年以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德国总理现在访问亚洲 他访问的是日本 不访问中国 这是一个对中国来讲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过去半年的节目当中 反复在谈的 中国 失去了欧洲 那北京这些人不听我的 那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 北京失去了欧洲 失去了德国 失去了德国就失去欧洲 失去了欧洲就失去了世界 那么这个乌克兰的这种战后的世界秩序 在现在 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前后 从冬奥会以来 在发生根本的变化 当然在我看起来 这也不是根本变化 他从2008年下交易会开始 就已经开始变化了 我就在谈 我在谈了十几年的新冷战 和平你也不相信 虽然你也不相信 但是五月份 我五月份 我的这个冷战以后有时间 再向你请教 蛮有意思的 冷战就结结束了 怎么去定义性冷战 怎么定义性冷战 就由美国 布林肯的这个要下周要颁布的对华战略报告 是不是下周他们还没有确定 那个我们在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就差不多 但是我们在美国 他要在访问 他要在拜登访问美韩日之前 他颁布的对对 基本上 但是我不过这个这个点 我还是也跟您提供一个信息啊 就是说跟华盛顿DC的朋友聊的天的时候 其实这个大家已经觉得太晚了 搞了这么久 你上台都两年了 对吧 一年多了 他还没有办不出来 另外就是说你你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新的东西啊 不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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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不晚 这就非常好 跟我预想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真正新的东西 有没有细的东西 我我们目前所得到的消息说了 不会那么的细致啊 是可能比较宏观一点 宏观一点 因为内部的这个事情呢 也是有不少的这个讨论 美国的国安会是一批年轻人啊 跟你有点好像比你还年轻了 这批年轻人实际上 他们没有多少历史的包袱 也没有多少意识形态 但是他们非常的啊 这个在中国看起来是不可理喻的阴派 不可理喻 因为根本待会儿不上 你你理解这个意思吧 我理解我跟他们有过交流 对他们比我要激进的多 其实比我激进的多 我跟他们都在谈 怎么样放中国一马啊 放中国一马就是 就是这个缓一缓 缓一缓 要要给中国时间 要这个不着急 他们已经这个我们说不晚 我说不晚 时机是因为要要观其言 查其行 这个要看看 那他们也是这么在这么做 但是 但是我我说的是说放中国一马 就是在讲 中国战略目标其实很宏大 那么中国自己也很清醒 这种宏大的战略目标 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中国还是有理性的官僚存在 有理性的政策力量存在 那么延缓一些 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我是以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来这个来谈 我们说从1933年到1941年 还经过了八年 这个从2014年克里米尔危机到这个 今年乌克兰战争也经历了八年 所以这个这个从现在乌克兰战争 到未来的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那个这个有个五到十年 有个八年也很正常 那么很多事情 就像因为现在不是罗斯福总统时期 他可以三任 无限的连任 就死在任上 现在美国的政治处在一个 严重的极化的一种情况下 拜登总统这届任满 下一届是否选举 下一届选举之后如何 我觉得对他来讲 对美国政治来讲 他根本就跟30年代情形 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美国政治内部的挑战不确定太多 很多事情都是缓一缓 缓一缓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 从美国的原则性的 现实主义角度来讲 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中美之间包括俄罗斯未来 所能够起到的角色 其实也是不确定的 普京之后俄罗斯如何发展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最不确定的因素 他甚至能够改变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爆发的一个力量平衡 就是我们要想着长远 就是比如说2014年俄罗斯大选之后 或者这次战争之后 2014年俄罗斯大选之后 俄罗斯未来的政治选择 其实都对未来的中美之间的关系 都有根本性的影响 肖若我们刚才回到最早的您的问题 就问美国说要 我的总结是要去纳税化 去普京化 去了以后 俄罗斯它是彻底的孤立 还是说有可能 就像当年1972年之后的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插上一刀背后一刀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这节目 在今年初就开始谈 背后一刀到底谁给谁 现在也许中国 我一直在谈中国给俄罗斯背后一刀的可能性 那么将来两年以后 俄罗斯给中国背后一刀可能性 是否也有可能呢 其实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很多不确定性之下 就未来我们可以谈的东西是非常多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对资本 对现在已经破碎的全球化 对于很悲观的一种全球化的分裂 对很悲观的一种 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的这种过渡 这种必然性 其实我们都在21世纪是可以避免的 我可以避免的 最好的当然是从第一次冷战到第二次冷战 第一次冷战到第二次冷战 这是避免第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 那么我们能够避免 我们能够做的实际上是重复 从第二次冷战代替第一次冷战 而不是说傻乎乎的用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来代替第一次太平洋战争 来重复第一次太平洋战争 这是人类的最不幸的 换句话说 比如说台湾人民也从这次乌克兰战争中 学到一些东西 学到要自强自力 所以那同样中国人民 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和人民 他们也应该学习到 不能再爆发第二次太平洋战争 那么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这共识 包括中国自己有这共识 对我们这些搞政治的 搞政治学的知识来讲 我们能够阻止一场战争爆发 我觉得这是我们 这个这个我们这一代老人 能够做的那个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贡献了 是的 联合国的秘书长去了莫斯科 尤其是去了这个基辅 他说说21世纪发生任何战争都是荒谬 不可想象的 不仅是在乌克兰不应该被侵略 就是台湾的问题也是这样 其实中国的问题南海还是比较虚化一点 最危险的还是台湾 那不管怎么样统不同意 独不独立 我觉得都是次要的 防止战争 这是首要的问题 您同意吧 是讲 好的 非常感谢这个吴强博士 今天我一开始就讲了 我说我们不但很不容易找到一位有思辨力的这个主讲的嘉宾 另外一个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一批的愿意来听取这个思辨的嘉宾的这个节目 结果今天听的人就很多 比原来要多了这个两倍 所以我觉得还是吴强博士越来越在形成一种力量 那思想者确实有时候是孤独的 因为很多的观点它具有前瞻性 很多的想法 一下子大家未必消化得了 但是好就好得了 我们的这个平台是在美国 没有人的封号 也没有境外势力能够破坏得了 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很人性的 每个星期都能够听吴强博士的一个专业的这个报告 那么非常感谢吴强博士 也感谢我们的这些可爱的可敬的观众 你们这样的人多一点 我的心情希望也就大一点 好 过奖 但是也要感谢各位观众 我们在节目当中 在实施 在政治当中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 人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进步 社会和人类要不断的学习进步 不能总是在 这个这个旧的历史的客旧当中打转 我觉得这是最不幸的 这是对我们的侮辱 好 对 是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就发现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 就是你们如果不是生活在美国 每天就看到美国的枪声 看到美国的这些政客的表演 或者是看看其他的一些什么案件 其实真正生活在美国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这个国家的无比的包拥性 无论是什么观点 什么想法 你都会不会受到警察上门 什么网信办的建筑 这些东西通通没有 到现在为止 至少我在美国三十年 没有碰到一个人 媒体人被警察上门 被这个政府上门 从来没有过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们借此机会感谢一下美国给我们一批中国人在这里讨论中国问题 你说是说既有他的感激的成分同时也是很方妙的成分 如果吴江博士这样的声音能够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 就一步都跑到这个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原地来讲话了 那这个也是我感觉的很悲的一些地方 很遗憾啊 我希望吴江博士 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点坚持下去 看看能不能看到希望 就是你的声音如果不在民进出现 而是在中国媒体出现 也许对我们是一个审视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可能是更好一些 没有关系 中国我们刚刚说了 现在发生的人越来越少 但是王思聪一发生 其实事情就在起变化 我们这个节目国外海外观众看得多 其实这个海内对不起 国内也是有一样有很也有人在看 很多人在看这个曲线救国嘛 和平和平运运动嘛 这个这个还是有效果的 好的感谢我们的导播 感谢我们的观众 感谢吴江博士 下个星期见 好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